到底迷迷客心中的美食之都在哪裡呢? 答案就在這個台北 因為從樂群二路到樂群三路 就有五間餐廳,成功在新 三星二星降落樂群三路 台北新派台菜太銳 梅開二度三星殊榮 由民族江振成領軍 號稱全台最難訂的法式餐廳肉 在下二星 另外一星餐廳則分佈樂群二路 米香斑駁和新鮮菜進榜 而不只是大直 地圖放大一看 中山區幾乎都是秘密客的愛店 16家競榜 成為全台密度最高的行政區 另外大安區8家緊追其後 至於松山區名列第三 有6家受到青睞 專家解釋中山北路一帶觀光客較多 高端餐飲業發展較早 加上樂群二路和三路 周邊有大直豪宅住戶 和內科高階豪客消費支撐 才讓深井餐廳,屹立不搖 只是幾家歡樂幾家愁 今年一共五家落榜 創下史上最慘 其中蟬聯6度 米其林一新的教父牛排 也難以失落 二網消息出爐後 就發布聲明 表示讓支持他們的顧客失望了 是自己努力不夠 Longtail應該是受到 林明健主廚離開的影響 教父牛排 其實他的行政主廚 五小房子去年就離開 可能是延後了一年才造成這個影響 那野村壽司部分 現在這個評審 其實這兩年選的大部分都是發餐 對預料看起來就沒有那麼偏愛 除此之外 去年獲得二星和一星的高雄Liberty 和台北的HOLD 都是因為西夜才被移住榜單 因此即使餐廳成功在新 有了蜜月期 但還是要靠後續經營才能走得長久 TVBS新聞牛程 呂中於台北財務Model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